董志诚类别大集合!胡瓜小贤,放手去飞! 董志诚类别大集合!图民事提供!2018年3月10日。 综艺大哥董志诚在本周播出的民事节目《综艺大集合》留下珍贵男儿类。 由于个人原因,董志诚将暂别待了12年的节目,大家不舍送祝福。 胡瓜更精心安排为他送鸡的桥段,由众议人纷纷献上手写卡片祝福。 小贤有感而发,最懂离别时的情绪,希望董哥一路顺风,能够找到第二个事业重心。 胡瓜充满祝福地说,12年了,感谢董哥带给大家的欢乐。 即使董哥在别我们,我们一样坚守岗位,用心做出优势节目给大家,也希望董哥能够放手去飞。 有任何困难,综艺大集合始终在这里等董哥回来。 新人正南中特别感谢董志诚。 第一次少大集合始就是靠住董哥的招牌假摔,成功吸引到观众的注意。 董哥对我而言就像是师父一样,现在师父要走了,只有满满的不舍,希望师父能够成功。 董志诚扮过许多经典角色。 图民事提供。2018年3月10日。 最后在众人不舍告别下,董志诚踏上机舱。 这时胡瓜精心安排过逛他在节目内扮演过的经典角色,包括裴永俊,魔术师范伦铁诺,招牌董月花与猪八戒,以及董哥在游戏一炮三响担任盟主时的专用司机孙哥,也前来送祝福。 董志诚,这些角色我一个都不会忘记,都是这12年来我们大变天下的证明,也谢谢综艺大集合带给我这些美好的回忆。